美联储是使劲加息还在通胀 咱们是使劲降准还在通缩 难道说比通胀更可怕的通缩就要这么来了吗 继三月份CPI的涨幅只有0.7%之后 刚出来的数据 四月份的CPI同比增长只有0.1% PPI同比下滑了3.6% 那也就是说吃的喝的玩的这些没怎么涨价 而工业品的出厂价格还降了 通缩指的是因为流通货币的减少 或者因为商品的供应过剩所造成的物价下跌 一些经济学家们认为 CPI增速如果连续三个月下滑的话 就进入到了相对通缩了 那么到底现在这个数据的持续性如何 接下来还会不会继续下滑呢 如果真的通缩来了的话 个人又应该如何应对呢 首先聊聊这个数据的持续性好了 其实呢四月份的数据会这么低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去年的基数太高了 去年春天不是发生一些国际大事吗 什么俄乌冲突之类的 导致农产品 能源产品 基础工业品的供应受阻 价格大涨 在去年四月份的时候呢 PPI的增速高达8% 然后呢逐步下滑 可以看到像煤炭的 龙温钢的 还有铝这些大宗商品的走势 最近这一年都是大幅下跌的 就给通缩创造了基础 而去年的高基数 是一直持续到了十月份的 尤其是CPI一直在高位 所以说在未来几个月的数据上 依然会面临着这个通缩的压力 一直到四季度 可能会有明显的好转 那除了高基数之外 经济的复苏不够猛烈 需求不及预期 这肯定也是不得不承认的因素嘛 其实我们害怕通缩 难道怕的是物价下跌吗 并不是 如果收入不变 物价天天下跌的话 那是大好事啊 咱们怕的是物价下跌 反映的是生意不好做了 那企业也就不好挣钱了 员工这也不好挣钱了 我们的收入就也受到了影响 那么这种情况该如何来应对呢 好消息是咱们国家会想办法的 现在美联储主要的加息阶段已经过去了 汇率稳定 杠杆稳定 生产稳定 所以呢 具备有实施刺激政策的空间 甚至不排除会出现像降息这样级别的刺激 因为现在非常有必要 而刚才那也说了 因为去年的高基数 这样类似于通缩的数据还会持续几个月 如果这个数据真的敢持续个半年的话 通缩的预期就会根深蒂固了 哪怕不是真的 也变成真的了 那如果真的通缩到来 个人该如何应对呢 实话说 没法应对 因为说句残忍的 在周期面前 个人能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 保持健康 认真工作 不作死 就已经比多数人要强了 说句更残忍的 在通胀周期里 你要考虑的是怎么打败CPI 而在通缩周期里 你只需要考虑 怎么打败别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